大家好,今天是10月25号 50年前的今天,1971年10月25号 联合国通过了2758号决议 宣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中华民国必提出了联合国 这件事情,中国政府感觉到非常高兴 所以他今天隆重的举办了大会 同时,因为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美国也举办了两场有关2558号决议 以及台湾和联合国问题的会议 这两个会议,中国政府非常不满 引起了强烈的反弹 我们先看一下在北京举行的 纪念50周年的大会 这个大会非常沦重 习近平、王沪宁、杨洁篪、王仪都来参加大会 习近平还亲自发表了讲话 而且邀请联合国秘书长也发表讲话 也前来祝贺 联合国对中国来说确实是非常的好 他加入之后恢复了国际地位 而且他做了很多的一些事情 尤其这几年,中共的财力很薰厚 所以他收买了太多的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 非洲、拉美 这些国家投票的时候 他的票数跟美国是一样的 所以通过操纵这些小国 中国在联合国通过了很多利于中国的一些决议 而且联合国很多的组织 那些组织的负责人 就是中国给直接安排的 所以现在联合国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当然拜登政府希望这个国际组织 能继续为争议来发声 能继续比那些真正的民主大国所掌握 还不是像中国、俄罗斯这些霸权国家来给操控 西平在大会上说 一定要尊重联合国的权威 联合国不是一两个国家所操纵的 是属于所有的成员国的 这里他是暗指美国 看起来他很像 非常的维护联合国的宗言一样 实际上中国是最践踏联合国的宪章 联合国的权威的 联合国有著名的两个 人权公约 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 中国都签了字了 但是从来不执行 在中国没有任何的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还有劳工权利 他是践踏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公约 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另外有关于香港 香港的中英联合市民 也是联合国备案的 他一下就给撕毁 把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 还有南海 他的现状实际上是 海鸦国际法庭已经裁决好的 但是中国建造了六七个人工岛 公然的践踏了海鸦国际法庭的裁决 海鸦国际法庭也是属于联合国的 从来不中旬 所以他是践踏联合国权威和原则最严重的一个国家 但是在今天他却标保其他的国家度来重重联合国的权威 这变成一个非常可笑的事情 那中国的眼里 联合国就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 他当时加入联合国 也是因为利用中国 苏联 美国这三个大三角国家 进行斗争 进行冷战的时候 他钻了一个空子 因为当时美国对付苏联 这个力量上还有些薄弱 所以美国特别想把中国给拉过来 因为中国当时跟苏联也关系给搞破了 那么当时就搞乒乓外交 美国跟中国恢复了关系 然后1971年 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悄悄地来访问中国 然后两方面就恢复关系 到了71年的7月份的时候 尼克森就发表讲话 说隔一年就七二年他会到中国访问 他这个讲话一发表 全世界就混动了 他要中国访问的意思就是 他要跟中国建立关系 那这个有明摆的呢 美国呢 是看中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没到几个月 到了就71年的10月份 就时隔三个月之后 联合国大会呢 马上就进行投票 形成了一个2758号决议 因为当时美国在联合国呢 那说话是一言九鼎 整个2758号决议呢 实际上背后是美国呢 来操纵的 这个决议的核心呢 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这种代表权 本来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那现在呢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那一下呢 把中国政权的地位呢 就提升了起来 所以说当时呢 是因为美国向联署中国呢 对付苏联 所以说在联合国这个问题上呢 给中国呢 做了一个让步 还把台湾呢 给完全的给冷落了下来 那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呢 干了太多的坏事 美国呢 也现在开始反省 尤其呢 当年把台湾给冷落之后呢 现在需要来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因为中共呢 很明显 加快了统一台湾的这个步伐 如果呢 把台湾的国际地位给提升 甚至成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话 中国那你武力侵略台湾呢 那就是侵略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说必须要尽快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现在这个成为美国朝野的一个共识 那前几天呢 在华府的一个智库啊 叫德国马歇基金会啊 就召开了一个视频会议 这个会议上 美国国务院 亚太州立国务卿 华自强的发言呢 非常引人注目 他就说呢 2758号决议只解决的是一个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 到底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 那至于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 在联合国如何进行活动问题呢 那2758号决议呢 根本就没有提到 中国政府呢 中国政府呢 长期呢 2758号决议呢 来说是啊 实际上2758号决议呢 基本上跟台湾没有关系 所以说滥用2758号决议来打压台湾呢 是绝对不行的 还有一位专家呢 叫格赖仪啊 大家也比较熟悉他 他是研究台湾问题的一个专家 他平时呢 说话是比较温和的 但这次呢 他也口气非常的坚决 他也同意华自强的观点 就是2758号决议呢 只解决了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的问题 那台湾和联合国的关系的问题呢 根本没有解决 那台湾呢 在联合国的席位 台湾呢 如何参加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呢 这些呢都是悬崖未决 而且现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台湾呢 就应该谋求在联合国的各种的活动 而且他就说呢 2758号决议啊 包括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里面呢 那中国 他经常声称的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这个呢 在三个联合公报里 美国就说 我只是对这个事情呢 表示认知 acknowledge 我认知到这件事情 但我并没有认可 我没有接受 我没有accept 所以格赖一特别强调呢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美国没有认可 美国没有承认 美国只是一个认知啊 所以说台湾跟中国呢 是不一样的 台湾呢 谋求在联合国的地位 谋求在联合国的各种的活动呢 是应该的 这个会议公开之后呢 中国政府呢 抛然大怒 他非常的愤怒啊 中国政府他认为呢 2758号协议呢 不仅解决了 中国在联合国的 代表权的问题 实际上也解决了 台湾的问题 因为台湾就包括在 中国里面嘛 但这一点呢 美国是至死不承认的 美国认为你中国是中国 台湾是台湾 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 它的各种的活动呢 还有待重新的商量 虽然中国政府呢 反应强烈 但是美国国务院呢 马上又召开了 另外一个会议 10月22号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呢 就发布了一个公告 说呢 在这个一两天呢 他们已经举办了 一个会议啊 就是跟台湾外交部的 一些高级官员 美国的这个在台协会 还有美国的亚台 助理国务卿华自强 跟台湾的这些 高级官员呢 一块举行了一个视频会议 这个视频会议的主题呢 就是如何来帮助台湾 在联合国呢 进行广泛的一个参与 这个会议上呢 华自强再一次的重生啊 就是中国政府呢 滥用2758号决议 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的很多的活动 很多的组织 这是完完全全错误的 台湾由于他自己做的 非常好的一些国际责任性的一些活动呢 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他应该呢 参加到联合国的各种的组织 各种的活动当中去 尤其是呢 应该参加到WHO去 参加到国际气候变化的公约框架里面去 所以这个有关气候啊 有关卫生呢 这两个组织呢 美国呢 会尽可能的帮助台湾呢 要加入进去 这就是美国呢 目前的一个任务 另外呢 还有其他的经济啊 文化啊 各种的组织啊 美国现在呢 要费九牛爱护之力啊 联合这些盟友盟国呢 强力的要把台湾呢 要给台进去啊 要提升台湾的这个地位啊 因为台湾呢 的确它就是一个 独立主权的一个国家 它早就应该呢 名正言顺的加入联合国了 但是呢 由于中国啊 利用2758号决议呢 实行啊 无理的一个打压啊 但是现在呢 美国他也找到了一些法理上的依据 那就是2758号决议呢 实际上你解决的只是中国的问题 你没有解决台湾的问题 那美国县政府 还有这些学者专家们 他们另外一个法理依据呢 就是当时二战之后呢 日本在1950年的时候 跟这些同盟国签订了一个 旧金山公约 旧金山公约里面呢 明确的说 把台湾的这个主权呢 日本放弃 那放弃之后呢 这个台湾呢 归于谁啊 根本就没提 所以说 整个旧金山公约 它反映的就是一个 台湾地位未定录 虽然呢 当时呢 已经比国民党 比中华民国呢 所占领所管辖 但是呢 在这个旧金山公约里面 体现的台湾的状态呢 就是一个台湾地位未定 那所以说 台湾地位未定啊 也是啊 现在让台湾呢 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法理的理由啊 在我们的这边啊 所以我们不怕 另外最迫切的呢 就是中国 他要倾吞台湾 这个大趋势呢 现在是越来越明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必须啊 要拿出啊 把这个台湾呢 提升他的地位 增强他的实力的决心出来 让中国政权呢 他有所忌惨 他不敢下手 他下手呢 就跟当年的伊拉克 侵略了科威特一样 引起全世界的供奉 那个时候呢 他自己犯下的大祸 引起来的更多的一些后果呢 就不堪设想了 所以呢 现在提升台湾 在联合国的地位 联合国的众多活动呢 已经成为一个当务之急了 那对美国召开的 有关2758号决议和台湾问题 还有联合国问题的这两个会议呢 中国政府他也知道啊 知道了之后呢 他也是非常的愤慨 像前驻美国的大使崔天凯啊 就这个事情还发表演讲啊 说美国呢 出埃反埃 你们签订的这个 2758号决议里面 已经写清楚了吗 解决这个联合国和中国的问题 那台湾的问题早就解决了 你们还在这撤什么 你们完全是 你历史潮流矮动 你们的目的呢 修想得逞 习近平呢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 再次的重申 联合国呢 不能比各别国家所操纵 代表所有成员国的意志啊 等等 这实际上 再一次呢 就说这个美国 实际上美国呢 他在世界民主国家当中呢 他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他如果团结盟友的话 那么在联合国里啊 最后能够达成 帮助台湾 恢复各种的活动 甚至恢复协位啊 这种情况 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所以现在呢 希望在这个 对台湾的威胁 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 台湾能够恢复联合国的席位 那这个是地球上 所有坚持争议 坚持自由的人呢 所梦想的一个结果 我们希望这个梦想呢 很快就能得到实现 好 今天的评论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书听书看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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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